同學我們來看到這一題 它說甲、乙、丙、丁 它有四組二元一次的連立方程式 它說請問這裡面哪有哪些解釋一樣 在這種題目老師要跟同學講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你先觀察它的外形 什麼樣外形 如果它的二元一次方程式有缺項 有缺項的話 以及它的係數X、Y裡面有其中是1的話 老師建議你用代入消去法 這樣速度會比較快 加減消去法是遇到那個數字比較繁雜 數字都是1以上、234這樣子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 X、Y常數裡面只要有一個缺項 比如說這個就是 X-Y等於0這裡有缺這種題目 你用代入消去法會比較方便 以及X、Y之間裡面 你看喔這裡是5X加4Y等於5 2X加Y等於3 像這個Y的係數是1 這個老師也可以建議數字不是很大 然後X、Y裡面係數有一個是1 你可以建議你用代入消去法 好老師這樣做示範給你看 第二個方程式你看喔 你可以把它辦成X等於Y 那X、Y等於Y帶進去 就是看到X就用Y帶帶 所以就變成Y加Y等於1 2Y等於1 那Y就等於多少 2分之1 好那X等於Y啊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2分之1 2分之1 同樣的這個題目 老師用代入消去法喔 這個Y等於3-2X 看到Y就用3-2X帶 所以把這個放進去這個Y裡面 所以5X加4 3-2X等於5 看到沒 這個叫做代入消去法 這個3-2X 這個放進去3-2X把它放進去 這叫做代入消去法 好那我們整理 這邊就會變成5X加12-8X等於5 好我們移向 這以前正的我們比較容易算喔 這裡是-3所以這邊3X 這我們把它移過來還是多少 7 所以X等於多少 3分之7 好3分之7 那現在這裡是3分之1 基本上這裡就不一樣了 我們繼續往下解 來我們看一下 那如果老師遇到這個呢 注意它的外觀 這樣子老師就不建議 你看喔 因為那裡已經有係數 一樣而且是正負號了 這個就直接用加減消去法 所以代入消去法也好 加減消去法也好 同學 你一定要看著題目 要能夠隨機應變 這是很重要的 來所以我們用加減消去法 一加 好這一加 這裡就變成7Y等於-7 所以Y就等於多少 Y就等於-1 好 Y等於-1 Y等於-1 Y等於-1我們把它帶回來 所以2X-4等於0 所以X就等於多少 2 好這是丙的答案 那丁呢 X已經告訴你X等於-2Y了 所以X等於-2Y 我們就看到X就用-2Y把它帶進去 所以這邊就會等於 這邊就會第二個式就變6-2Y 加3Y等於9 好所以這個地方解出來-9Y-12加-9Y等於9 所以Y就等於多少 -1 -9Y等於9 所以Y等於-1 Y等於-1帶進來X等於多少 2 好他說這方程式裡面 有哪幾個解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喔 丙有沒有 丙解出來X等於2 Y等於-1 丁解出來X等於2 Y等於-1 所以一樣的答案就是丙跟丁 丙跟丁 答案我們就選A 然後你選A 所以這種題目不是有解就好了喔 老師再跟你丁臨一次 如果你能夠先觀察到外型 取捨比較方便比較好算的 可以減少你的時間 增加你的正確率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下一題 他說現在有一個2X-3Y等於-5 AX加BY等於8 另外一個連例方程是 BX加AY等於7 跟X加Y等於5 算起來總共有4個嘛 可是他說這兩個的解是一樣 解就是說這裡XY解出來 跟這裡帶進去都會 符合題目的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有AB 沒有辦法算 所以我們就找全部係數都知道的 把它拿出來就變2X-3Y等於-5 這是X加Y等於5 好 老師跟你講 如果係數有1的話 容易帶的 我們就不用加減消去碗 因為加減消去碗 有的同學在加減的時候 這個任務法會容易弄錯 除非是沒有辦法 我們用加減消去碗那OK 所以你看這裡 我們用第二次喔 我們第二次我們就可以知道 Y就等於5-X 好 5-X我們把它擺進去 看到Y就用5-X 所以這裡抄下來 這樣子你都還會抄錯的話 那代表你在算數學的時候 就不夠專心了 所以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很專心的 正負號絕對不能夠任何的一個不小心 那解出來答案會完全不一樣 好 所以2X-15加3X等於-5 好 這個地方就是5X 移過去5X等於10 所以X等於多少2 X等於2 因為這裡我們把它帶回來這個地方就好了 很簡單 X等於我們把它帶過來這邊 所以Y就等於多少 3 好 它是2跟3的解 2跟3 可是題目不是要算這個啊 它要算什麼 AB A加V多少 所以我們把它擺進來 所以這個連立方程式 就會成一個新的方程式 就會變成2跟3帶進來 2A加3B等於8 帶進這個 一樣 這個也帶進來 2B加3A等於7 好 那像這種題目怎麼辦呢 這種題目數字不是很大 就直接用加減消去法 數字不是很大 那老師跟同學講 還有一個 因為你可以觀察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A跟B的係數對調 本來是2A加3B 變成2B加3A 這種題目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先把兩個式子先相加 相加完再相減 就會得到你要的 來 老師兩個方法都交給同學 同學你要特別注意這個 來 首先我們用加減消去法好了 第一個式子 這個第一個式子 加減消去法 這是第二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我們乘以3 第二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我們乘以2 我們要消去A嗎 好 所以我們乘以3 6A加9B等於24 這裡乘以2 4B加6A等於14 好 這樣子我們一減 兩次相減 這樣相減的話 就會變成5B等於多少 5B等於10 所以B就等於2 B等於2 任何帶任何一個都可以 好 我們帶這個 B等於2 我們把它帶入這個第二式子 帶入第二個式子 帶入第二個式子之後 B等於2 224 移過來 所以3A就等於多少 1 A就等於1 所以它題目要你算什麼 A加B 所以A加B就是3 3 所以這個答案我們要選B 答案我們要選B 那如果今天這個 這裡的題目 老師後面會跟同學講到的 如果你係數是對調的話 你還可以先相加得到一個式子 再相減再得到一個式子 然後解這個連例也可以 但因為這個數字不是很複雜 所以你只用 我們用加減消去法就可以把它解出來了 好 同學我們來看看這一題 他說3X-2Y-1等於2 括號X-2Y加7 然後底下是分數 這個你不要擔心 整理完再計算就好了 那有分數的話我們一般會什麼 就是去分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3X-2Y-1等於2X-4Y加14 一定要整理好 然後第二個式子我們把它乘以12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4X-3Y等於27 大家都乘12 12 12 了解 好 那我們把它整理完 整理完再來解連例方程式就好了 所以我們把它移向過去X加2Y-4Y移過去 就變成正 正4Y-2 4-2就是2 這樣子移過去只是一項而已 然後我們基本上我們2圓一次的時候 我們習慣常數分一邊等號分一邊 所以這邊的常數我們就移到這邊來 所以這裡-1移過來就是多少 15 養成這樣的習慣有條理快但是不要亂 你這樣子解這種題目的正確率才會高 好 再來這個地方就是4X-3Y等於27 好 像這種題目數字不大 老師也不刻意要跟你講說 要用代入消去法或加減消去法 那習慣如果你上下加減很熟悉的 那你就用加減消去法 那不然的話因為這裡X係數是1 你可以用代入消去法 好 那老師用加減消去法 所以我第一次我第一次我把它乘以幾 乘以4 為了把它相減嘛 因為我們要這裡是同號 同號就要相減 所以第一次乘以4去減第二次 了解喔 大家都乘以4 然後減下來 所以乘以4 4減4這裡就不見了 42得8 8減-3 所以這邊就11Y 看喔 4乘以 15多少 60 60減27 33 所以Y就會等於多少 3 好 Y等於3 你就不要再帶回這邊喔 這邊那麼複雜 你就把它帶到你這個地方 比較簡單的位置 所以我們把它帶入這個式子 把Y等於3帶入這個式子 所以X加2乘以3等於15 好 3 2得6 所以X等於多少 11 所以這個題目問什麼呢 他說請問如果這裡是A 這裡是B 好 那我要求3A 3A-2B 好 3A-2B 3A就是33-2B 因為B等於3-6 好 所以這個算出來 A是3A A是11 所以11帶進去33 B是多少 3 這是9 這個是326減過來是9 所以A是9 所以帶進來是多少 27 27-6 27-6多少 21 好 所以這個題目你特別小心喔 這種題目你在計算的時候 老師跟同學講喔 你在計算的過程中 因為考卷上是沒有答案的 完全就是必須要你有條理要有速度 所以在寫的時候 同學千萬不要自肌潦草 然後排列不整齊 你要照一步一步這樣子的算 你不要急 因為你只要其中一個正負號錯 後面的答案就兵敗如山倒 那等於再浪費時間 你算了老半天算錯的答案 所以老師建議你 算數學一定要有條理 速度要快 但是不要亂 這一句話同學一定要記住喔 所以這解出來 x等於9 y等於3 然後把它帶進去 3A-2B 解出來答案是21 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接下來我們看底下 他說要你求 2元一次連立方程式 x-14y等於4 然後這也是一堆 所以這種同學 你絕對不要說一直急著 要趕快又沉進去要計算 因為數學是急不得的 數學最喜歡修理兩種學生 一種是什麼 性情急躁的 一種是懶學生 手都不動 當然就解不出來 一種是什麼 字跡潦草 然後排式子很亂 這兩種學生 數學特別喜歡修理他 所以你只要改變這兩個習慣 數學要提高個十幾二十分 甚至提高三十分 都不成問題 老師來做個示範給你看 這個地方是x-14y等於4 好 這個我們把它沉進去再來整理 來44看喔 我們沉進去44y加33-29 照抄-29等於3x 好 那我們寫完了再來處理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得到一個x-14y等於4 然後這個我們全部記住 位置數一邊 常數一邊 這是我們解二元一次的一個習慣 好 所以我們把y移過去 就變成3x-44y等於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移過去了 這個地方33-多少 -29是多少 4 好 這裡很清楚 好 那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數字不是很大 數字不是很大 我們因為如果你用代入消去法 x等於把y移過來代入消去法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用加減消去法 來 我們把這個第一次當第二次 我們第一次把它乘以3 第一次把它乘以3 然後因為這兩個是同號所以用減的 好 所以來喔 第一次乘以3-24 來 3 減掉沒了 14乘以3-42 -42-44 所以這裡都是多少 2y-44 好 這裡3-42 12-4多少 8 所以y等於多少 4 好 y等於4 那y等於4 數字你要帶到好看一點的 所以我們把它帶到這邊來 所以x就等於4加14y 4加14y把這個4帶進來 多少 56 4乘以14 56 56等於4加56 所以x就是多少 60 x就是60 那題目問什麼 他說請問這個解是多少 x60 y是4 所以這個題答案我們要選b 答案選b 所以二元一次方程式 對算數不好的同學 同學要特別提醒自己 這只要稍微有一個步驟 加減錯乘除錯 那整個會並敗如山倒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它一樣連立方程式 3x-4y-1 這麼長 一樣先把它同類向合併 位置數移邊 常數移邊 整理完再來算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這裡移過來x 這個移過來 這個移過來變正的喔 -4加1 -4加1就是多少 -3 好 常數移一邊 這裡多少 3 移過來-3x 移過來加y 等於 移過來多少 7 看到沒 來喔 這個把常數都移一邊來 常數都移一邊來 好 這個式子看起來數字不是很大 還滿好算的喔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一樣 第一次乘以3 這是第二次 那我們現在目的幹嘛 知道吧 老師要把什麼 x把它消掉 那因為它是一號 一號我們就要用相加的 因為正1跟負1要變成0 要用加的 所以我們就第一次乘以3加第二次 好 乘以3 新算喔 3加-3 0 3-9 加1 -8y 339 9 加 9加 7 16 所以y就等於多少 -2 y就等於-2 好-2我們帶到好看的一點來 帶到第一次好了 帶到第一次或者帶到第二次 -3x -2 一過去就變成9 所以x等於多少 -3 好 所以這裡一個答案是-3 一個答案是-2 那題目要我們算什麼呢 他說假設這是a 好吧 那現在我們就很清楚了喔 現在就知道說a是-3喔 a是-3 因為x是a嘛 那b是多少 -2 那題目要我們算什麼 a平方加b平方 好 那a的平方 a的平方 a的平方 就是多少 9 b的平方呢 b的平方呢 就是多少 4 所以9加4 題目要我們算的就是多少 13 所以a平方加b平方答案13 所以答案這一題 我們答案是要選C 答案要選C 所以這種二元一次聯力 不但要熟練 而且要小心 這是老師給同學的一句 很誠懇的一個中固 因為你理解你自己的缺點 你再算這個 才不會有那個初心啊 看錯啊 計算錯誤的問題 同學我們來看到這一題 這一題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怎麼會是二元一次聯力方程式 可是你要注意 它的特色 有沒有 它是一個數字的平方 再量望意外 一個數字的平方要等於0 在這邊老師要跟同學 特別特別提醒 這同學一定要做筆記做好 在我們國中課程裡面 因為我們沒有教到 任何數的平方會等於-1的 那你要知道 任何數的平方 在國中的課程裡面 一定是大於等於0 所以你就要記得一件觀念喔 如果有絕對值 不管幾個 絕對值相加的等於0 或者是根號相加的 根號相加的等於0 甚至是平方的 平方的相加等於0 只要是這三類出來的話 這裡面的甲、乙、丙、A、V、C、X、Y、Z 通通都是0 記得一件事情 通通都是0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種題目 它題目不需要告訴你 你要了解這個背後的觀念 所以因為這個觀念 我們可以知道 甲等於1等於比0等於A等於B等於C等於X等於Y等於Z 通通都是0 通通都是0 那我們就知道這邊就是0 那0呢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 3X加7Y 來 減7等於0 X減Y 減1等於0 好 那這不是就是在解連立方程式的嗎 好啊 那我們這個 因為計數很簡單 我們就不用加減消去 我們用代入消去法 因為我們從第二次我們可以知道 X等於多少 Y加1 我們移向過來 Y加1 所以我們代入第一次 代入第一次之後 來 3Y加1 加7 Y減7等於0 所以來 3Y加3 加7Y減7等於0 好 這裡是10Y等於-4 10Y等於-4 所以Y就等於多少 5分之-2 好 5分之-2 好 5分之-2 5分之-2我們帶到這個地方來 X等於Y加1 所以X就等於5分之-2加1 就是多少 5分之-3 那題目不是要算這個啊 題目要算他們兩個相加多少 所以X加Y就是等於5分之3 加5分之-2 就是等於多少 5分之1 5分之1 好 所以這種題目同學 你不然發現到 它題目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這個 絕對值 根號平方 加起來如果等於0的話 全部都等於0 然後利用這兩個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然後來解它的連例 這種題目非常多 等於0 它不用告訴你 它不用告訴你裡面等於0 因為題目本身你就要有這個觀念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題 3X加2Y等於5 2X加3Y等於0 老師在這邊練習幾次 帶入消去法給同學看 因為這裡有缺項 這裡有缺項 所以我們可以用帶入消去法 所以我們第二次 第二次2X等於-3Y 所以我們可以用X等於2分之-3Y 我們把它帶入第一次 帶入第一次看到X就用2分之-3Y帶 所以3乘以2分之-3Y 加2Y等於5 好 不要急 我們先把它算出來 2分之-9Y 加2Y等於5 所以乘上去就是2分之-5Y等於5 好 Y就等於多少 -2 Y就等於-2 -2帶回來 -2你不要再帶回原來的式值 你帶這邊就有 因為這裡就有X了 帶進去 所以X就等於2分之-3Y -2帶進來 所以X等於多少 3 X就等於3 Y等於-2 X等於3 好 所以這種題目 它本身是在解連例 連例你要知道 有代入消去法 有加減消去法 從題目裡面的型 你去找到你自己最熟悉 最容易正確錯誤率最低的方法 可以交叉的應用 交叉的應用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底下 底下這個題目有沒有 剛好跟老師剛剛跟你講的 這是剛剛這個題目是平方 這個題目是三個絕對值加起來要等於0 那不是一樣嗎 可是它題目不是要解XY啊 它因為有三個等於0 所以三個通通要等於0 那這裡面這兩個式子解出來的XY 要帶到這裡來求K 因為這裡 這個式子裡面有K的只有這一個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根據 剛剛的絕對值 三個絕對值相加等於0 每個絕對值裡面都要等於0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3X-4Y-13等於0 2X加3Y-3等於0 3X加Y加2K 也要等於0 那我們就用第一次第二次解出來的XY帶回來 第一次第二次解出來的 好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是3 這個我們又找我們消掉X的 所以這個題目注意喔 老師這個題目就變成用什麼 加減消去法了 好 所以我們第一次乘以2 去減第二次乘以3 為什麼 因為它們是同號 我們要找它的最小公倍數 3跟2的最小公倍數是6 所以我這邊要乘以2 才會變成6 這邊要乘以3才會變成6 好 我們乘起來 這邊就會變成6X-8Y 來 老師順便把這邊移項 比較好算 這裡移項是13 所以乘以2多少26 這個乘以3 6X加9Y 這個移過來 乘以3 9 兩次相減 好 我們把兩次相減 所以這-17Y等於17 所以Y就等於多少 -1 Bingo -1 來 -1 現在我們要帶進去找到X 所以我們隨便帶這個 我們帶第二次好了 我們把它帶入第二次 帶入第二次之後 2X 來 -1帶進來 -3 -3 等於0 所以移過去是6 所以2X等於6 X等於3 好 這不是答案 因為我們現在解出來 X等於-1 Y等於3 我要求K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 全部帶到這邊來 所以3乘3加 Y是-1 加2K 這個式子全部要等於0 這個式子全部要等於0 好 所以這個地方 339 9-1 8加2K 等於0 所以K就等於多少 -4 K就等於-4 所以這個題目答案 K就是等於-4 我們要看到這一題 我們要看到這一題 同學剛開始看到這一題的時候 會覺得很奇怪 他說老師 這個是2元2次呢 這是平方耶 但是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們國中的數學 它平方數是沒有負的 絕對值出來是正的 開根號出來也是正的 所以老師在這邊要跟同學提醒 你基本的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代數觀念 什麼代數觀念 就是今天如果 X的平方 加Y平方 加Z平方等於0 或者是 絕對值甲 加絕對值乙 加絕對值秉 加絕對值秉 等於0 甚至根號 A 加根號 V 加根號 C等於0 如果遇到這三類的模式 這時候 X Y Z 加E A VC 裡面通通都是0 所以這個基本概念你一定要有 所以有了這個基本概念 這個題目就變成了二元一次了 為什麼 我們就可以知道 3X 加Y 減7 要等於0 然後 X減Y 減1 也要等於0 好 那因為這係數很簡單 老師用 代入消去法 給同學做一個範例 所以我們從第二次 我們可以知道 X等於Y 加1 那我們把它代入第一次 所以就會變成 3 Y 加1 加Y 減7 等於0 好 所以這個Y 加起來4Y 4Y 來 這個地方全部加起來 3Y 3Y 加3 加Y減7 等於0 所以就是4Y等於4 所以Y就等於多少 1 好 我們移向過來就是等於4 Y等於1 那Y等於1我們要帶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X等於Y加1 所以1加1 X等於多少 2 那題目不是求XY啊 題目要求什麼 X加Y是多少 X加Y就是2加1 就等於多少 3 就等於3 好 所以這種代數的題目 你背後一定要有這一個 平方 和 全部加起來等於0 絕對值全部加起來等於0 更好全部加起來等於0的觀念 這裡面的XYZ 加1 ABC都是0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題 他說3X加2Y等於5 好 一樣喔 老師要教同學 因為現在這個係數有缺項 老師跟同學做一個示範 代入消去法 所以我們由第二個式子 我們可以知道2X等於-3Y 所以X就等於多少 2分之-3Y 那我們知道之後我們代入第1次 把它代入第1次就好了 所以就3X2-3Y 加2Y等於5 好 那這裡就是2分之-9Y囉 加2Y等於5 好 乘上去 所以就是2分之-5Y等於5 所以Y就會等於多少 -2 好 Y就等於-2 所以代入消去法 跟加減消去法 同學一定要會 隨機應用 這樣子你在計算的時候 才會得心應手 好 Y等於-2 帶回來 帶哪裡 帶這邊就好了 所以Y等於-2 我們把它帶到這個地方來就好了 所以X就會等於2分之-3 乘以Y等於-2 所以X乘出來是多少 3 X4N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X等於3Y等於-2 Y等於-2 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 用代入消去法 給同學做的示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他說絕對值 三個絕對值加起來等於0 太漂亮了 你看到沒 這個題目剛好就是 老師剛剛跟同學講的 三個絕對值相加等於0的話 那代表絕對值裡面通通都是0 所以根據這個觀念 我們三個式子全部把它拉下來看 就會得到什麼 3X-4Y-13等於0 2X加3Y-3等於0 3X加Y加2K也會等於0 那他題目要求K 那K只有在最後面這裡K才有K 所以我們要求K是多少 所以來 我們從第一次第二次來 先解XY 解出來之後再代入第三次 就得到K了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消去X 所以我們第一次看通 第一次我們要乘以2 去減 因為他們同號說用減的 同號說用減的 減第二次乘以3 好 這同學要稍微練習一下心算 23對不對 所以這地方乘上去6X-8Y 一項等於26 把常數移一邊 位置數移一邊 計算會比較方便 乘以3 6X加9Y等於9 看懂沒 好 兩次我們兩次直接相減 所以相減的話 負17Y就等於17 那Y就等於多少 負1 太好了 Y負1 那我們找一個式子來代 代到第二次來 我們把它代入第二次 我們把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代入第二次 好 代入第二次放進來 所以這邊2X加3Y 減3等於0的話 我們把負1代進來 2X減3減3等於0 所以2X等於6 X就等於3 好 兩個答案就有了 負1跟3都有了 負1跟3然後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個地方會等於0 因為這個地方等於0 所以3X加Y加2K就要等於0 那X多少呢 X等於3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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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是負1 減1加2K等於0 33得9 9減1 8加2K等於0 所以2K等於負8 K就會等於多少 負4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之後帶進來 所以K就會等於多少 負4 K等於負4 K等於負4 同學這個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這種題目 絕對值相加等於0 平方相加等於0 其實它就是一種二元一次的一種變形 它用另外一個模式 要讓你來排二元一次方程式 好 同學注意一下這個類型 那黑板上這一題 黑板上這一題看到沒 平方絕對值加絕對值會等於0 所以這個就是裡面通通等於0 利用前面兩個聯力方程式解出來的XY 帶進來得到K 所以我們國中課程沒有平方是負的嘛 所以這個既然是他們將起來 因為他們都是正的 而且加起來要等於0 那唯一的選擇就是他們通通都要等於0 因為他們平方出來大於等於0 絕對值大於等於0 所以這個不可能 這裡面不可能有負的 所以沒有別的選擇 只能0 所以我們就解連例 3X加5Y-7等於0 2X加3Y-4等於0 好 那我們來解連例 它這裡 3X加5Y等於7 2X加3Y等於4 好 第一次 第二次 我們整理完之後 我們第一次乘以2 去減第二次乘以3 好 乘以2之後就是6X加10Y等於14 乘以3 6X加9Y等於12 好 這兩次相減 相減 所以這裡Y就等於多少 2 好 Y等於2我們帶回來 帶回來這個式子就好了 2X加6等於4 所以2X等於多少 -2 X等於多少 -1 好 可是這不是答案啊 因為它要等於這個地方等於0 所以-X加4Y加-K要等於0 所以我們把它帶進來 X是-1 -的-1加4乘以2等於1 我們把K1過來等於K 所以K就會等於多少 1加8多少 9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K等於9 好 這只是一種 二元一次方式連例的變形 讓它裡面等於0 解出來就OK了 小心計算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這種題目有分數 好 有分數 一樣 沒有別的技巧 你不要再想奇奇怪怪的 所有招數 去分母 所以這個式子就變成 X-1等於36-6Y 好 這裡呢 Y-1等於32-4X 好 一項把它整理好 位置數一邊 常數一邊 所以這個地方都是多少 我們把X加6Y等於37 移過來 4X加Y等於33 好 這裡解連例 第一次 第二次 怎麼辦呢 數字看起來很大嘛 因為這裡有37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乘小一點了 好 這樣這個 來 這裡 不管乘第一次 第二次 乘起來差不了多少嘛 好 我們就第一次乘以4 去減第二次 去減第二次 好 第一次乘以4 我們就得到4X加24Y等於 1 好 這裡心算要小心一點 好 432 148 好 這地方是4X加Y等於33 好 這沒有動它 所以相減 相減這裡多少 23Y就會等於126 23Y會等於116 好 23Y等於116 115 好 23Y會等於115 好 23Y等於115 5Y就等於多少 5 好 Y等於5 我們帶剛剛我們 這個地方比較OK的 來 帶進來 所以X加30就等於37 所以X等於多少 7 所以這個題目 X等於7 Y等於5 X等於7 Y等於5 X等於7 Y等於5 那算出來之後 你可以自己 再驗算看看 X等於7帶進去 這裡是1 8-7是1 5帶進來 5-1 4分之4 1 合 然後再來帶這邊看看 6-5 1 7-1 合 所以這種題目 請同學注意 算出來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你把這裡帶回來 驗算看看 好 這技巧同學要跟 同學特別叮嚀一下 因為這種計算題 在考場因為時間的壓迫跟壓力 會很多同學會造成他的計算錯誤 初心 然後拿不到分數 這很可惜的 同學平常要多訓練一下 在有限的時間裡面把它解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關係 可是你看到 它2 3 它是3 2 沒辦法 基本的 也不要想什麼奇門怪招了 所以第一次我們乘以3 加第二次我們乘以2 這是最簡單的加減消去法 好 讓他們兩個最小公倍數 2跟3最小公倍數6 因為他們是1號 所以我們用加的 所以乘以3 6x加9y等於15 -6x減4y等於12 所以這兩次相加 這兩次相加 5x等於3 懂嗎 5y等於3 所以y就等於多少 這是18 這是18 這是5y等於30 所以y這等於多少 6 來 看一下 第一次乘以3 326 339 3618 第二次乘以2 -6 -4 12 兩次相加這裡就消掉了 所以這裡加起來是5y 這兩個加起來30 y等於6 好 y等於6我們帶過來 y等於6我們帶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2x加638等於6 2x等於多少 -12 所以x等於多少 -6 好 這解出來-6跟6 帶回來看看 你帶一個來 x現在等於-6 你帶-6跟6 清算看看答案對不對 -6跟6 清算看看答案對不對 這樣子可以用簡單的驗算 同學要記得 時間夠的話 做這樣的驗算 可以增加你的正確率 好 同學我們看黑板上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A B兩個連力方程式 他問你解出來之後問你 X Y A B之間的關係 好 那這只是解兩個連力方程式而已 那你看第一個 y等於2x加1 我們用帶入消去法直接帶進去 所以第一次帶入第二次 x加2 2x加1等於12 所以x加4x加2等於12 5x等於10 x就等於2 好 x等於2我們帶回去第一個式子 所以y等於2x加1 所以多少 5 好 所以這第一組是x等於2 y等於5 好 再來第二組 第二組 第二組A加B 2A減3B 這個我們用加減消去法就好了 好 第一次我們乘以3 加上第二次就好了 第一次乘以3 來 新算喔 3A加2A多少 5A 乘上去3B加起來0 339 3乘3加1 剛好10 所以A就等於2 2帶進去 第一次2加B等於3 所以B就會等於多少 1 好 根據這一個回答問題 他說 x加y x加y等於7 好 A是對的 A加B是3 對的 x等於A對的 y沒有等於B 這個y不等於B 所以他說錯誤的 錯誤的答案是我們選第四個 好 我們答案選第四個錯誤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x加1 4分之1y等於9 x加1 4分之1y等於9 5分之1x加y等於17 這個我們就寫來通分 通分 這沒有別的什麼技巧 通分 直接 加減消去法 代入消去法 好 通分 所以4x加y等於4936 乘以5 x加5y等於多少 85 大家都乘以 這全部乘以5 好 所以我們現在看著 這兩個式子怎麼辦 這兩個式子我們 第一次看 因為他們兩個都同號 所以一定是相減 所以我們在第一次 第二次 所以我們第一次 去減第二次乘以4 好 所以第一次 4x加y等於36 第二次乘以4 4x加20y等於340 340 好 所以相減 這兩個相減 這也是-19 -19 好 等於 1 這裡是-304 304 好 -304 這是-19y 304 好 所以這個答案是多少 19 114 9 好 所以304 除以19 119 對不對 114 這裡多少 96 好 所以是16 所以y就等於16 所以y就等於16 代到哪裡 好 代到這邊 代到第24來 代到第24 x加5乘16 等於85 好 這是80 所以x就等於多少 5 好 所以這種題目 計算的時候 小心一點就好 所以x等於5 x等於5 y等於16 好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等於a 這個地方是等於b 然後他要-b 小心喔 -b去減 -b去減a的絕對值 那-b就是-16 -a就是-5 那這個-16減-5 就是-21 -21的絕對值就是21嘛 所以這個答案21 答案就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這也是只是解連例 後面再加一點小小的計算這樣子 好 同學注意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 好 這個式子 是二元一次連例方程式的變形 怎麼變形 我們本來是寫法都是正常的寫法 都是這樣的寫法 可是它寫成一個橫式 但是橫式裡面你會發現有三個式子 這個地方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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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式子 那這式子我要是寫成這樣子 a等於b等於c的話 你隨便抓兩組出來 就可以變成一個連例方程式 然後來解xy 它只是一種變形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變形 好 那我們當然是 找那個係數比較少的 好 我們先找前面兩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x加6等於y-x-8 好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找ab 找bc 找ac都可以 好 我們找隔壁的 會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好 y-x-8等於2x加3y-1 好 來 我們把它整理起來 整理起來 全部移過來 2x-y 全部常數都移過去 -14 全部常數移過去 好 位置數全部移過來 所以這-3x 這移過來-2y 這移過去 這移過去 -8移過去 正8 所以這裡是7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要把它削去y的話 因為它是同號 所以這是第1次 這是第2次 我們必須要把第1次乘以2 去減第2次 看清楚喔 第1次因為他們現在是同號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 y要削掉的話 所以來 乘以2 老師起來在這邊看喔 變成4x-2y等於-28 然後這個地方是-3x-2y等於7 好 2次因為他們是同號 要把它削掉 所以兩次相減 好 2次相減完之後 這邊就會變成7x 這邊就會變成-35 所以x就等於-5 好 x等於-5 帶一個比較好看一點的 x等於-5我們把它帶到這個地方來好了 x等於-5我們帶到這個式子來 x等於-5帶進來 所以2乘以-5-y等於-14 好 這是-10 -10-y等於-14 所以y就等於多少 y就等於4 好 y等於4-5 好 題目不是這樣子 他說x等於a 那a就是-5 y等於b b是多少 b是4 所以它是4 他說a加2b a加2b就是-5 -5再加4 2得8 所以答案就是選3 a加2b等於3 所以a加2b等於3 答案我們選第四個 a加2b等於3 好 這是很基本的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一個變形 你只要找其中兩個 a等於b等於c 你只要找ab或者是bc 組成一個連立方程組解出來 然後帶回來這樣子就好了 好 同學我們看到黑板上這個題目 這題目它基本上它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的一個變形 它怎麼變形 它二元一次方程式最簡單就是兩個連立方程式寫出來讓你解 可是它就是換個另外一個表達模式 它也是要你解二元一次方程式 但是它就用另外一個模式 你看它現在這裡有axby 可是它已經有知道xy的解 但是這個xy的解就是要用來解ab的 所以你只要把它帶進去 看到這個就是把它帶進去 沒有別的選擇 好 我們把它帶進去之後 我們就得到兩個新的方程式 來 4a-3b等於25 然後7帶進去 7加b 7a加b等於25 好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 好 我們要解ab 那解ab 因為它們兩個意號 所以我們要兩個相加 所以我們把第一次加第二次乘以3 好 第一次是4a-3b等於25 乘以3之後就是21a加3b等於75 好 兩次相加 兩次相加我們就會得到25a等於100 所以a就會等於多少 4 好 a等於4這不是答案 a等於4我們還要再把它帶回去 帶到這個地方來 帶到第二次 所以7乘4加b等於25 7乘4是多少 28 28加b會等於25 所以b就會等於多少 4-3 好 那-3我們得到的方程式就是 4x-3y等於25 他說這個方程式裡面 a b c d帶進來哪一個也是這樣的解 也是這樣的解 好 所以你這裡帶進來5 帶進來5是20 這加起來多少 26 所以a不對 那分數比較麻煩 我們放個最後帶 我們放這個 12帶進來48 48-15 48-15不會是25 所以這個也錯 好 再來就是這兩個 3分之14 3分之14 好 3分之14 4乘3分之14 -3乘以5分之-11 這個會不會等於25啊 你看到這個地方是3分之48 5分之33 這一看這個就不會是25 所以這個也不對 好 那7分之25帶進來 減掉7分之 減掉7分之負的7分之 好 看了 這其實一看就看得出來 我們把它帶進來 74乘以7分之25 然後減3個7分之負25 太簡單了 這裡是負負得證 所以剛好7個你看喔 7乘以25再加3個25 好 剛好 這剛好就是25 所以答案我們選V 答案選V 好 這就是解連例 再把它帶進去 一個很基本的一個算法 好 同學我們看到下一題 他說 當x等於2的時候 ax平方加bx加5的值是3 當x等於3的時候 ax平方加bx加5的值是11 好 這個 只要是值是多少 你就把它帶進去就對了 所以它現在是ax平方加bx加5等於3 就是x等於2帶進去的時候 好 我們把它帶進去就是4a加2b加5等於3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x等於3的時候 ax平方加bx加5的值是等於11 好 一樣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就會變成9a加3b加5會等於11 好 這樣來解ab 然後問你ab是多少 好 那很基本 解連例 好 4a加2b等於移過來負2 9a加3b移過來等於6 好 那我們這兩個 我們就把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我們要用相減的 所以第一次乘以3去減第二次乘以2 好 來 乘上去 你考試的時候不要懶 一定要照老師這樣算 我們當老師的算的題目比你們多 我們經驗比你們多 我們都要這樣算 何況你們是國中生 記得不要懶 你就這樣寫 你這樣子寫 你錯在哪裡 你也很容易就可以檢查得出來 所以乘上去 12a加6b等於負6 這乘上去 18a加6b等於12 好 所以兩次相減 來心算 兩次相減這邊負6a 這相減沒了 這相減負18 所以a就會等於3 好 a等於3 a等於3我們把它帶回來 帶回到上面這個式子來 帶回到這個式子來 所以4乘以3加2b會等於負2 所以這是12加2b會等於負2 2b等於多少 負14 所以b就會等於多少 負7 好 b等於負7 現在我們把所有的式子把它放進來了 3x平方-7x加5這個式子 如果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今天 今天就變是這個式子了 他說x等於4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多少 所以我們x等於4我們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就會變成3乘以4的平方-7乘以4加5 所以這是4648-24加5 他說什麼 他說這樣子 這時候的解 他說這時候的解 他是29不是19 所以a是錯的 他說ab都是正數 b是負數 ab都是負數也不對 但是a減b來囉 a減b a減b就會等於多少 a減b因為a等於3b等於負7 所以就等於3減負7 所以答案就是10 好所以正確的是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答案 這只是一個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新的模式 把它帶進來解ab 解ab來照著題目要的條件 我們一一去檢查abcd三個四個答案 誰是對的 好所以這答案是選d 好同學我們看到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他說兩個連立方程式它的解一樣 解一樣的時候你特別小心 它因為在這個地方它有a 這個地方有b你沒辦法解 可是他們都有一個 老師現在把紅色的畫紅線的這兩個 他們兩個剛好可以拿出來 成立一個新的連立方程式 所以我們把它寫出來7x加11y等於20 11x加7y等於52 好這等於新的一個連立方程式的 那這新的連立方程式 有的同學會覺得這好煩喔 老師這要乘以11這要乘以7耶 老師跟同學講一下 因為這是很特殊的狀況 當你出現一個連立方程式 聽好喔 它是a1x加b1y等於c1 另外一個方程式它的係數有對調關係 對調關係就是原來是a1b1 現在變b1x加a1y的c2 如果你出現這種係數對調的題目 你要特別小心 這種有係數對調的題目你可以來先兩次相加 再兩次相減然後得到新的方程式來算 老師現在就用這個題目當範例 有的題目數字很大 你找它的功倍數要成很大的數字 根本算都算不出來 那現在老師用這個題目來跟你做示範喔 這種題目係數對調 7 7 11 11係數對調了 好來我們相加 相加的話就會變成18x加18y等於72 這兩次相減就變成-4x加4y會等於-32 你看到沒 係數剛好這裡相除 我們把它全部除以18 所以x加y就會等於多少 4 然後-x加y就會等於多少 -8 你看這個題目結起來是不是很簡單了 所以兩次再相加 這兩次第三次第四次 我們再相加的話 2y就會等於多少 -4y就等於-2 y等於-2我們當然要帶這個地方啊 我們帶到第三 帶入第三個式子來 帶入第三個式子來的話 就會變成x-2等於4的話 那x就等於多少 6 所以這個x就會等於6 好 所以我們解出來的答案就是x等於6 y等於-2 可是這還不是 所以如果你不用這樣的方法解的話 你公正在解這個 你只要解錯後面帶回去當然就錯了啊 因為它現在題目要你求ab耶 所以我們要把它擺回來 所以這個地方6就是變成-6a 加 來y等於-2 y等於-2 y等於-2我們把它帶進去就好了 y等於-2就是加5乘以-2 等於20 所以這裡來-6a -6a等於 來移過來 這個地方是30 所以a就等於多少 -5 然後再來 那再來 這裡再帶到這邊來 3 乘以6 減 來這是-2 -2b 等於42 好 所以2b就會等於多少 42-18 42-18多少 22 24 好所以b就等於多少 12 好回答問題了 他說請問a平方 a平方加b平方 剛好就是-5的平方加12的平方 好這個平方加起來是169 就是等於多少 13的平方嘛 所以169 好所以169 答案選a d 這一題的答案就是我們選a 好所以這題目老師跟同學講 這裡有一個很特殊的題型 當xy 係數對調的時候 你可以先相加相減 得到新的連立方程式 新的連立方程式 讓你會方便計算 這個小技巧交給同學知道 好同學我們看黑板上這一題 這題目它本身有小數 你不要怕它也有分數 我們就把小數改成整數 區分母這樣子 最基本的把它改回來 好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全部乘以10 所以7m等於2.4乘以10 24 10乘以1分之1加5n 大家乘以10 這樣就變成整數了 好底下就是6m加16n等於122 好然後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7m-5n等於24 6m加16n等於122 好那這種題目怎麼辦 它題目只要問你說mm多少 老師跟同學提醒 因為現在我們把它當作計算題再看 如果你是選擇題的話 如果是選擇題 老師教你一個比較投機的方法 因為現在答案不是很大 它第一個答案m等於5 m等於7 不管你就把它帶進去 反代法 遇到已經有解出來的解 問你哪一個abcd abcd 問你是哪一個 你就把它帶進去 兩個都同時成立 就是答案了 不需要在這邊 加減消去法算老半天 這是一個小技巧交給同學 那正統的方法 我們當然一定要把它算出來 來我們把第一式第二式 因為他們兩個是同號 所以我們要把它消掉 所以第一式我們 第一式我們乘以6 第二式我們乘以7 好所以就得到新的方程式 就是42m-30m等於乘以6144 這乘以7 42m加112m等於854 就是這樣子算 因為這個沒有別的方法 它不是一種特殊的二元儀次 那老師剛剛跟同學講過 如果你覺得結得很煩的話 你就把一個一個帶進去 一下子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好 所以這兩式我們相減 好 兩式相減 這個兩式相減的話 就會變成得到 這兩個相減的-142m 會等於這多少 900 710 710 所以m就等於多少 -5 好 n等於-5 好 n等於-5 好 n等於-5我們要帶進去 帶進去當然要帶好帶一點的 你不要再帶這種數字很大的 所以我們n等於-5 我們把它帶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7m 等於24加5乘以-5 5乘以-5 好 5乘以-5的話 5乘以-5是多少 -25 -1 所以他說什麼 請問它的解是多少 好 這個n解出來是-5 -5帶進去 因為這裡是正的 我們這邊帶進去-25 所以-25的話 7m 這解出來這裡是- 這是負的 這是正的 好 所以這是帶正的 所以這等於49 49 所以n49的話 m就等於多少 7 好 這兩次相減 這兩次相減 這兩次相減出來的話 這相減是負的 這相減也是負的 所以n解出來是正5 n正5 m7 n5 所以答案我們要選第二個 答案選第二個 像這種計算 同學難免在考場裡面 一定會有加減乘除一個錯亂 但是你記住一定要沉穩 因為這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題目 就是在訓練同學對算數的沉穩度 穩定度跟準確度 好 那你盡量的 如果選擇題的話 可以反代法 我們就用反代法 可以比較容易拿到分數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一題 他說 假以同解連立方程式 其中假解到正確的解是5解 好 那這個地方 老師要跟同學補充一下 假設是A1X加B1Y等於C1 A2X加B2Y等於C2 這在我們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後面單元也會再提到 如果今天A1比A2等於B1比B2 然後不等於C1比C2的話 這時候這個兩個方程式 我們就在圖形上會畫出來 就是兩個平行線 我們就叫做5解 老師在這邊跟你補充一下 5解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係數 現在都在討論係數 討論這個係數 討論這個係數 係數的比前面一樣 後面不一樣的時候 A1 A2 B1 B2的時候 這是5解 好 所以我們就拿出來比 A比link A2 B1 B2 A5 所以A就會等於1 好 那你看看 sociais 有沒有不等於 你看 這裡3 tunimo 這3 6是1 21 所以這個沒有等於 這兩個不等於 所以的確 當A等於1的時候它就無解 所以這A就是1了 那他說今天1把A看錯 看成2 看成2 那是不是就變成2x-2y等於3-2x加4y等於6 好 那當然就可以解了 他說解出來的正確答案是B跟C 好 讓我們看第1次跟第2次 我們把它相加2y 好 這兩個相加 2y就等於多少 9 所以y就等於多少 2分之9 y就等於2分之9 好 y等於2分之9 我們帶入第一個式子2x-2乘以2分之9等於3 好 所以2x等於來 移過來 這是約掉 移過來的話12x等於6 好 他說這個地方解出來的話 如果這樣子看錯 因為看錯解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等於B 這個地方是等於C 好 那C這是4.5 他說請問A-B A-B加C A是1-B-6加4.5 A-B加C 那答案是多少 來 A-B加C 好 A-B加C是5-5 負加4.5 多於多少 負的0.5 好 A-B加C 最後的答案是負的0.5 好 同學這種題目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裡面隱藏了一個觀念 兩個聯力方程式什麼時候無解 係數 前面係數比一樣 不等於常數比 這時候叫無解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求的A 然後利用它後面看錯的解出來 解出BC 然後題目要問你A-B加C 所以A-B加C最後答案是負的0.5 答案是選B 答案是選B 我們看到黑板上的這個題目 老師會跟同學介紹一些二元一次聯力方程式 它本身比較特殊的一種題目 你看黑板上的題目 這個係數有一種特色很大對不對 那很多同學說 老師這可不可能用加減消去法 你想嘛 如果今天你把第一次乘以64 第二次乘以147 乘出來數字兩位數乘三位數 而且又不是那種十的倍數 那種簡單的算數 像這種題型 絕對不要輕易的用加減消去法去算 你忙了老半天也算不出來 好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特別注意了 這種一定有特殊解法 它怎麼認得出來呢 你怎麼認出這種題目 第一個係數很龐雜 還有它的係數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147這裡147 然後這裡64 這裡64 有沒有 xy係數對調的關係 你看這一題 101 101 20 23 23 這種題目有係數對調 而且係數長得很難看的這種題目 你記得 一定要產生新的連異方程式來解 不要直接解 那怎麼產生 就是兩個 第一個 先相加14加24 再來就是14再減24 產生新的連異方程式來解 就對了 所以這是很特殊的解題方式 你只要有學過你就不會覺得難了 好我們看一下 147加64加出來是多少 2 11x 這相加也211y 這相加633 看到沒 剛好大家都除211 所以這邊x加y等於3 你看係數簡單多了 再來兩次相減 兩次相減的話這是多少 81 81x 減81y 負的 等於相減的話 這是多少 83 這是83 相減是負83 好這相減的話83 這個係數一定是老師設計過的 基本上老師不會用這種題目來考你小學算數 兩位數乘三位數 好 所以這個x減y最後答案多少 這是1嘛 好那我們得到的新的方程式就是x加y等於3 x減y等於1 好我們把這個新的方式來算 兩次相加 所以2x就會等於多少 4x等於2 帶進去 帶進去 所以y就會等於多少 1 但是題目要我們算什麼 x減y x減y 所以就是2減1 答案就是1 這個題目不會很難 但是要有一個技巧 先相加再相減之後 新的方程式下去解連例 這樣子題目算出來會比較簡單 好接下來我們看這一題一樣 係數對調對不對 我們一樣相加 相加 這加起來多少 124x加相加124y等於0 哇太漂亮了 這裡對不對 除多少都一樣 所以多少這是x加y等於0嘛 好相減呢 相減會得到什麼 第一次減第二次 相減的話這裡是得減下來 這裡是8 8 這裡是78 78x減78y 會等於這相減好 相減78減負78 就是兩個78喔 所以老師注意喔 同學很多同學這邊就 開始算156不需要 因為他都有78約掉 所以就變成x減y等於多少 2 好那我們就得到新的方程式了嘛 所以我們得到新的方程式x加y等於0 x減y等於2 兩次相加2x等於2 x等於多少 1 好x等於1 帶進去任何一個式子 y等於多少 負1 帶這個帶這個都可以 好y得到是負1 好你先算 印算一下 好x等於1帶進來 所以這個就會變成3 減掉 來這是負1喔 3減掉2乘以負1 好所以就是3加2 3加2 所以這個答案算出來都是多少 5 所以這裡3x減2y就會等於5 把這兩組答案 把這個組答案帶到這個地方來 3加2就等於5 好這兩個題目就是很典型的係數交換 係數交換一定要先什麼 先相加 再相減之後得到新的方程式 那還有一種題目也是這樣子 不過比這個題目更不容易看得出來 你看像這個題目 189 39 111 61 係數都很大 那這種題目一樣的 你不可能第一次乘以39 第二次乘以189 然後兩次相減 那就變成考小學的算數了 兩位數乘三位數 三位數乘兩位數的這種題目 那怎麼辦呢 不能放棄 嘗試 嘗試的來 我們把它兩次相加 產生新的方程式就有希望 好兩次相加 就有相加8 進位2 228 相加 減1 72 這是x 這是y 這相加 6 5 欸 劉老師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哇 希望破滅 沒有啊 還有一個啊 我們相加 對不對 不行 相減 好 第一次減第二個 這好像沒什麼用途嘛 好 當然我們相減 好 相減你會發現 相減這邊150x 相減 相減 負50y 相減 剛好100 太漂亮了耶 所以我們把它約分完之後 就變成3x-y 等於2耶 那我們就可以用代入啊 因為有一個y的係數1啊 所以我們y就會等於3x-2 y等於3x-2 我們把它代入 把它代入 第二個式子 至少你不必再算那麼難 所以注意喔 這種雖然這個地方雖然沒有用到 可是1 所以這種題目 看到係數很大的時候 不容易找公倍數的時候 如果有係數顛倒 那一定相加相減 那如果像這種的話你就試試看 相加相減 會不會產生新的方程式 因為是由他們來的 所以解還是一樣 所以代進去 所以就是變成39x-61 1 3x-2 等於-22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來 這個地方小心喔 這個地方我們把它乘進去之後 39x-3 183 313 368 183x 會等於 這個地方是多少 -122 一向過來 這是正的-12 -144 所以這邊變成1-144x 等於-144 所以x解出來多少 1 好從這個地方我們可以解出來 x就是1 好 x是1之後 注意 這個地方你當然就要帶到這個地方來 你不可以 你不要再帶到上面去 所以x等於1 我們把它帶進來 x等於1 我們把它帶進到這個地方來 x等於1 帶進來 所以y也是多少 1 好 y也是1 y也是1帶進來 x加y 就會等於多少 2 x加y就是等於2 好 這是很特殊的解法 黑板上三個很特殊的題目 老師介紹給同學知道 在聊天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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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